本田为了对抗中国大陆当地车厂的新能源车大军,2023年中国大陆粤港澳车展上,东风本田推出了新款MNV,共有两个车型,官方售价在14.98万到15.98万元人民币之间,新车在外观方面与旧款车型保持一致,但动力方面有较大的升级。 驱动电机的最大功率从之前的120千瓦提升到160千瓦,新款车型采用由智芯科技公司提供的驱动马达,最大功率达到160千瓦,最高车速可达时速150公里,动力电池采用绍兴福迪电池公司的磷酸铁锂锂电池,该车搭载稳定可靠的三电系统,其中全新的三合一电驱系统能够提供最大功率160千瓦和最大扭力310牛顿米,最高效率达到95% 与上一代相比,新车在保持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了轻量化处理,减重约20%,从而实现高能低耗的性能提升20% 此外,新车的电池足采用基于CTP技术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,并配备了高级防撞系统,以改善电池的安全性和耐用性。 新款东风本田MNV在外观方面采用了柳叶状设计的前大灯组,线条修长,并且使用了流行的贯穿式尾灯设计,黑底色尾灯时的后挡风玻璃在视觉上更加宽大,车辆提供全景天窗,车顶行李架以及两种样式的轮圈供选择。 新车的侧面线条和旧款XRV非常相似,车顶呈现向下的曲线,搭配紧凑的车身比例,呈现出良好的运动感,尾部采用了贯穿式尾灯,与车头相呼应。 由于尾灯采用了黑底设计,整个后挡风玻璃区域的视觉效果进一步扩大,更加凸显气场,新款MNV在内装设计上尽量摆脱了本田的影子,配备全翼金仪表板和中控大型荧幕,更具科技感。 此外,新车还采用了贯穿式空调出风口,手机无线充电,全新的按钮式换挡机构等,搭配不同配色的中控面板,使整车看起来更时尚。 同时,新增加的全时预热式固感知系统能够及时感知电池状况,提供全时安全防护。 东风本田将新款的续航里程提升至500公里,并提供220伏特高功率对外放电,12伏特蓄电池智慧补补电,以及360度全景影像。 智慧语音交互等实用功能,这样的本田电动车假设真的引进台湾,同时只卖台湾国产化本田HRV的售价,您会想要尝鲜开开看吗?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持续关注中天车响家频道,我们下次见。 搜索中天车响家,分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们了。